海棠杜梨山楂的叶子病 等到这个杜梨的叶子长出来之后 它就赶紧转移到这上面 所以说我们家的所有的杜梨树 都已经被这个病毒所感染了 现在还就是转移到了 一般的话也会有山楂树 还有海棠树 它一般都会感染 这棵是一棵海棠树 也是慢慢的已经被感染了 现在症状还是比较轻的 所以说现在要赶紧的给它喷药 这是都是去年冬天 在山上挖的山里红这种老妆 然后现在山里红也就是山楂嘛 也已经被就是感染了 就是比较 现在的症状是比较轻 所以说要抓紧的给它喷药 治疗治疗一下 看完这棵唐梨 这个树上 都是 一般家里边养这种山里红啊 唐梨啊 还有海棠的 最好不要养那种就是 桂柏呀龙柏呀柏类的一些盆树 就不要养了 因为它这个病菌都是记 记住在那个柏树上的 只要它这个一到春天叶子长出来之后 就立马会传染到这个树上 其他的树上都有没有 这个海棠树上 海棠树上也有 现在就症状比较轻微一点 然后这山里红 什么现在就是 已经被轻微的 已经都被感染了 就现在打药的话就是 全部都给它打一遍 没得的进行一个预防 得了的进行一个治疗 就是 大家家里如果有这种海棠花的 然后也养的那个 就是百树盆颈的 最好也是注意一下 治疗黎秀病用的这个药呢 主要是杀菌剂 像用那个粉绣 或者是说 我买的是这种三座铜 这种都是你看下面写的这种 就是杀菌剂 然后我在上面再对点这个多菌磷 多菌磷呢主要是防治病菌的 起了一个防预防的一个效果 一个作用 用这个然后按照比例稀释一下 然后给它喷上 差不多半个月喷一次 到时候看看效果 这个桶是六七斤水 倒了一盖半 差不多是一千倍吧 你帮它 我用那个八倍刀 八倍到一千倍 然后再加点这个 多菌磷 多菌磷 这个春天这个绿植上就是容易得那些 病虫害还有一些病毒的感染 就是等它叶子刚长出来那会儿 就应该提早的去预防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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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